郝海东一封 投资失败 失魂落魄 没有未来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欢迎来到人物志 咱再聊一聊郝海东和叶昭颖 这对夫妇 上一讲呢 咱们讲了一下他们俩建的这个国到底是什么性质 然后呢 郝海东为什么呢 在我眼里是比汪敬畏还有恶心的叛国者 这一讲呢 咱聊一聊最近两天啊 郝海东这种表现啊 这个表现呢 让我感觉这个人呢 已经基本上有点像这个 奥地利落榜美术生在地下室的那个感觉了 基本上就是那种歇斯底里 然后呢 自己没有未来啊 失了主心骨 失魂落魄了啊 那种感觉 马上要要完蛋了 要完蛋了 就这么一回事 比如说呀 前两天 他在这个自己的短视频里啊 说这么一句话 说呢 说呢 如果他欠了一屁股债啊 他怎么能出来呢 他欠了一屁股债 他他怎么能招着 你们你们不懂我 这这么回事 然后他还在梦梦幻着啊 等待七哥回来救他 或者七哥呢 是 是那什么 现在现在整个这个这个圈里啊 尤其这个郭文贵的之前被骗的那个圈里啊 还在那什么呢 还在那个号召大家捐款呢 还在就是说买那个所谓的喜币呢 咱这么说 这就是被骗的人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知道吧 自己被骗了 被虐了 然后不承认自己被骗了 反而追加投资 这就是脑袋被蹬了 然后被驴踢了 正处在这种失忆的状态嘛 郭海东也不例外啊 比如前天他说啊 说自己啊 做自己呢 没事 昨天 哎 他又说 说什么呢 说呢 你们都不知道啊 你们不知道 他有邮票 当年2002年啊 世界杯出现这个事啊 世界杯出现 近世界杯 中国国家 中国国家队给他们每个人整一个邮票啊 郭海东还是有邮票的 你们这些人有吗 尤其是你们这小小粉红有吗 咱这么说 我有没有邮票呢 无所谓 因为这不重要 重要是你现在 你现在 是不是叫人把钱全给搂走了啊 是不是叫人给骗的一干二净啊 啊 然后呢 你现在有未来吗 你敢回去吗 你不敢回去 你在西班牙你能待住吗 我问问你 你在西班牙能待住吗 你跟这个谁 跟你那个七哥参加的这个 这样诈骗活动 七哥现在进去了 可能出不来了 可能要关二三百年 要不引渡回去 是不是纽约 这个法院得找你去作证啊 是不是纽约这个法院 是不是得调查一下 你到底参与没参与诈骗美国人啊 你别忘了 你诈骗的是谁 你诈骗的是美国公民 你诈骗了美国公民 美国政府是保护美国公民的权益的 懂不 如果这点你看不清楚的话 你在这儿嘚巴这些没用的 没有意义 到时候别人就给西班牙政府一张船票 把你给逮着 把你给逮着 然后送到美国去 送到美国去 然后你跟七哥一个牢房 正好你们俩可以在那里面直播 向犯人们直播 然后你们俩在那里建一个国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你现在怎么着了 你这个 你这个很明显 你当年你没有 你没有那啥嘛 你要是懂行的话 你叫律师聊一聊这个事 你叫你经纪人聊了这个事 你觉得这事靠不靠谱 你不靠谱 你就往里钻 钻到最后现在成啥样了 你看你现在成啥样了 他说你有没有邮票 然后他说他说自己有两个邮票 第二个什么 天津松江一个乙籍球队 乙籍球队让在他的调教下 进入到甲籍 然后天津市政府给他的邮票 是不这么回事啊 咱这么说 那是国家给你的荣誉 懂不懂 那你经过努力 在国家的培养之下 给你的荣誉 这不是你可以炫耀的 而这个东西 你也不应该拿出来炫耀 而且你现在拿出来炫耀 一点用都没有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今天早上 我又看上了一个视频 他说你们小粉红 你们小粉红啥没有 你们小粉红怎么那么的 你看他现在住个大耗子 住大别野 你小粉红你有吗 你小粉红没有 你别在这啥 别在这嘲笑我 他现在过得很好 你小粉红很惨 我对小粉红惨不惨 我不管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现在这个样子呢 就给我一个感觉是啥呢 彻底的呢 没有了希望 你是没有明天的 你呢 你的明天呢 是很落魄的 而且呢 你的明天呢 是那种很惨的那种样子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 因为呢 你所谓的这个事业 这个新中国联邦 国座三年 被那个纽约地方派出所捣毁 然后呢 你所参与的这个喜马拉雅监督机构 法治基金 法治社会 都是骗钱洗钱的工具 你是不是参与了 你参与了之后 你怎么办 要么你撇开关系 你又撇不开 然后呢 你那什么 你作证 你作证 说你七哥怎么怎么的 说郭文贵怎么怎么的 他的这些小蚂蚁 他这些小蚂蚁 这帮人算这么说 这帮人也是被骗了 脑袋脑袋脑袋短路 然后又追加投资呢 你们现在是一 沆瀣 我发现你们这些人呢 有点给我的感觉 沆瀣一气 这两天呢 他们还说呢 说七哥早就预料到这个了 说他这是 他这是故意被抓进去的 故意被抓进去 为了给自己那啥 别在这那啥 你们这些人 以为我们都是法盲 是不是啊 你你你把 你把美国这个政府 美国这个系统 都当成什么 都当成一个 都笨蛋 是不是啊 都没你们厉害 都没你们厉害啊 他这点小片数 你都看不出来 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你们花了几十万美 几十万欧元 我昨天我看一帖子 说 说他妈花了 好像三十万欧元 四十万欧元 买一些喜币 干嘛呀这是 疯了 啊 你最后你最后 把钱都给 都给放进去了 放进去了 你觉得这钱 你能拿回来 不会拿回来了 美国政府一没收 没收完之后 他自己用 你还以为 他能拿回来啊 这叫投资失败 投资失败 你花钱买个教训 可能这个钱 可能是你一辈子的钱 你的养老钱 你花了三十万四十万 买这个东西 行 你被P2P 把钱卷走了 那卷走了之后 那你就是什么 空留一个那啥 空留一个教训 那你们还能 还能干什么 我今天看你们 就有点像啥呢 就前两天 我聊了一些节目 有关于罗玉凤的 罗玉凤 罗玉凤是从神坛到粪坑 而且是盗在粪坑 你们现在是啥 没有神坛 只有粪坑 而且在粪坑里 在游泳的 就是一大堆的鳄鱼 你不是说成天 美国的政治生态 就像一个沼泽吗 里边一大堆鳄鱼吗 你比那个还惨 你比那个还惨 你就是一大粪坑 里边那把把绝子尿 然后你们这帮人 就像鳄鱼的时候 在里边匍匐着 好海龙好像也在那里边 叶昭影也在那里边 就这么一个下场 你还以为什么呢 前两年我读了一篇文章 郝海东和叶昭影 刚结婚那块 他们俩 他们俩都二婚 叶昭影不知道 郝海东肯定是二婚 他跟叶昭影结婚的时候 郝海东那会正好五十岁 五十岁的时候 专门有报事的记者 去专访了他们俩 给他们俩定了个标题 就是他们俩的下半场 就是人生的下半场 到底是什么 当时他们在中国 说实在的混得不错 叶昭影 在青岛市 青岛市 我们家的青岛 青岛的郊外 在青岛郊外 有一个农场 十八英亩的土地 十八英亩的土地 种了大量的水果和蔬菜 他在一块有农场 然后有人说他办起了农业 其实他不是办起了农业 他是什么呢 提供专项服务 然后他是啥呢 跟一个湖北的 好像一个教育局呢 签了合同 然后给这个湖北的教育局 那个旗下的学校呢 提供这个午餐 是这么一回事 他里边签了签了合同的 这个事呢 其实他办的不错 然后这个谁呢 然后这个郝海东 跟叶昭影呢 正好要策划 跟青岛市的体育局呢 签合同 签合同呢 在青岛呢 办足球和羽毛球的学校 就像之前郝海东的那个师弟 叫孙继海嘛 孙继海留英国的 孙继海现在就完完全全的 在中国兢兢业业的 培养这个青年一代的 这个青年一代的足球运动员 他是认认真争的 认认真争的搞清训 你看他这个师兄 这郝海东现在干什么 那是 郝海东就是说 在他的下半场的规划 一边跟着跟着他的夫人 哎 经营这个农场 另外一边呢 跟着夫人的面向新的事业 这个新的事业呢 就是搞清训 一边呢 一边是羽毛球 一边是这个 这个足球 然后呢 郝海东和经常上电视 经常上电视 经常上这个直播台 去那个进行评球啊 搞这个体育 这个体育 这个评数啊 什么体坛周报啊 类似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俩说实在的 混的不错 他们俩混的不错 而且他们俩呢 还是那种 就是说 合作的很好 如果呢 按着这条路下去 按着这条路下去呢 他俩没事的 他俩一点事都没有 而且他们俩呢 在中国呢 混的应该可以的 郝海东当家的球星 等于说是中国那什么 等于说是中国的贝力啊 你知道啊 郝海东就这个地位啊 叶昭影是奥运冠军的 不是奥运冠军 是这个是什么 是世界冠军呢 那这个 这么一对 在中国 在中国 如果没犯这种事的话 你说你说 你说郝海东之前 跟徐明在一起怎么着 那都是网上的 网上的传言 根据这篇报道呢 他们俩的下半场 应该能过得不错 那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叶昭影 在西班牙啊 无意间一个家庭 他就一家庭妇女 给我一个感觉 接触到了什么呢 接触到了郭文贵 爆料革命 结果一爆料 一说天花乱坠的 他自己通道一简单 甭一下就上头了 这一上头不好 给这谁 给郝海东也去听去 郝海东听了这玩意之后 也挺有道理的 这七哥挺着啥的 挺着身通广大的 结果他就上贼船了 他们俩就上贼船了 你也不好好查一查 郭文贵是什么人啊 你也不好好查 这个人人品怎么样 你就觉得了让上贼船了 然后呢 这个假如天花乱坠 你跟你说了一大堆东西 说你加入吧 我们这的人很多 你看川普的国师班农也在 迈克尔弗林也在 朱利安尼也在 迈克尔林德尔也在 然后这个谁 这个杰森米勒也在 卡尔巴斯也在 对吧 这人都在这 我们一大堆名人呢 你来了 你来这么一大明星 你在这投资一个亿 到时候你回报十几亿 知道吧 你就通过网络直播 就做YouTube 就做YouTube 跟我一样 做YouTube 咱俩都一样 知道吧 做YouTube 然后呢 咱们那什么 就可以赚钱了 你直播直播一下 能赚好几百万 怎么怎么着的 给他这些收益 给他这些收益 然后呢 这俩人就上套了 这俩人上套 就这个过程吗 这个过程吗 他也不 他也不了 他不知道 他也了解不了 了解这种事 你上这套 郭文贵是什么人 跟班农整的一起 你觉得你上了这个套 你在中国这点事 你在中国 还能 在中国大陆 还能有那啥呀 人家还能的啥 给你全面封杀 很正常的 没让你上红通 就不错了 知道吧 结果 他们就上了贼船了 上贼船了 投没投资 不知道 个人猜测 应该投了很多 投了很多 然后他俩装模作样的呢 他俩装模作样的呢 你看看他俩 建了这个 建了这个所谓的 新中国联邦 之后他就干了些什么 搞什么 搞什么护照 整个护照 那个护照 他跟我 那个护照 给我一个感觉是啥呢 就是一个纪念品 还不如纪念品呢 你说收藏 你收藏这玩意干嘛呀 但是说这个东西 也可以说 你看 我这个新中国联邦 我进美国海光 可以告诉你 你拿这种东西 美国海光 美国海光 给你抓起来 你知道不 说你非法移民 你懂什么呀 你懂什么 现在可好 现在你好了 你可以到时候 人家抓你的时候 你可以说 我新中国联邦大总统 我有外交豁免 你们没有权利抓我 我们是超级大国 我们有人子大 小心点 你要这么说 他要说这个话呀 他要说这个话 那那那好玩的 最好给拍下来 最好给拍下来 然后大家看看 他什么水平 他什么水平 这可好 你这行了 你现在可好 你本来在中国 你可以有一番事业 然后呢 大家捧着你 然后呢 你那什么 正好适合你那个场景 然后呢 你在那块人脉也挺广的 经过 通过你的知名度 然后把这学校办起来 一点点你往上走 哎 你又开启了你新的事业 现在怎么着了 住在西班牙是吧 啊 是 你有个大别野 我知道 你有个大耗子 你住在西班牙 谁待见你啊 啊 你那个 那个那谁 七哥现在在牢底坐穿呢 是不是到时候也到 也叫你去作证啊 你别到时候跪了 或者那个什么 或者吓尿了 直接那直接找到拉裤兜子里 没等着美西宗拉 你先拉了 知道不 然后呢 你说你还 你要有未来吗 你说你现在回国 你回国 你干这种事 你干这种事 是不是好好交代交代啊 交代完之后 你你你蹲巴里 一直吃窝窝头 吃两年 然后再除了 再除了 你还有那知名度吗 好像你还没有了 你再报 你再办羽毛球学校 你说你 你你说你 你有了今天 你何必当初呢 你当初你得不好 好想一想 你能不能你为什么上这个贼船呢 有人说他头脑简单 自知发达 其实还真不是 他跟那些买了洗臂 那些被骗的人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总想一夜暴富 总想那个什么 小贼炸腹 炸腹 炸腹 狗穿皮裤 这种情况 总想那什么 一夜炸腹 然后一夜怎么怎么着 不就是这个吗 不就是这个吗 他跟其他人被骗是一模一样的 不好好去分析里边的问题 然后呢 就陷在这坑里去了 陷在这个坑里 拔不出来 现在在直播呢 你看看他直播那些东西 都是什么东西 不都是体贪周报吗 不都是成天说 直播中说体育界 这个腐败 那个腐败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无所谓 你怎么说 你说这东西怎么着都行 你看老梁也说这玩意 老梁也说这玩意 你看那谁 许小冬好像也说这玩意 说的跟你都一样 然后你还 你还偏偏在这底 还建了个国 建了个国 公开去叛国 然后说这些 说这些 这底下人 底下人公家大爷 说了话 然后呢 然后你今天这个模样了 你这个模样了 投资失败 可能是 可能现在你 你这个身价 一文不值了 搞不好得接下球 以后呢 你今后你的下半场 你现在你这个下半场 已经被人捅破了 不知道多少个球 现在你能 你能 你能反回来吗 你不一定能反回来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看着你 又是又是大放厥词 又说自己有没有邮票 又嘲笑小狠红 啥也没有 真真正正啥也没有 那是你 真真正正没有未来 那是你 郝海东 你自己干这种事 你自作自受 你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然后跳下去 现在没人把你拉出来 懂不 你现在啊 等着那啥吧 等着时间一到啊 就有你好巧的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